小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中国人吃粽子和赛龙舟这个习俗的来历。 我国民间每到农历五月初五这天大多数人家都要吃粽子。 南方的水乡还要赛龙舟。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一天要吃粽子? 又为什么有赛龙舟吗? 传说这个风俗原来是为了纪念古时候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从小就不仅注重衣冠整洁,而且还经常省茶自心。 是为品德高尚的人。 由于他勤奋好学,成年后,是为学士渊博的难得人才。 最初屈原在楚国的楚怀王手下胜过佐图、三驴大夫等官职。 辅助楚怀王,他主张宣明法律治理国家。 在用人上,一方面推举贤能。 另外还把技术传授给其他人。 是一位忠于朝廷,爱国爱民的好官。 但后来遭受到贵族子兰。 镜上等人的谗言迫害。 辞去了官职。 到了寝乡王时又被流放。 长期流浪在原乡流域。 比较接近人民的生活。 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愈加不满。 屈原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情操。 可是当时的楚国。 政治腐败。 奸臣当道。 楚怀王昏庸无能。 弄得国家多次被打败。 连首都也被秦兵攻破了。 神明过着背景离乡的生活。 屈原不忍心看见国家的沦亡和神明的痛苦。 就在公元前278年5月初五这天。 投蜜楼江中自尽了。 屈原投江后。 江面上立刻波浪翻滚。 天空电闪雷鸣。 附近的人们得到消息迅速赶来。 纷纷架起渔船。 迎着闪电雷鸣。 迎着汹涌波涛四处打捞。 想找回屈原。 可是打捞了两天两夜也 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 楚国的人民非常怀念屈原。 每到五月初五这一天。 神们都要划着小船。 来到蜜楼江的江星。 把米饭投到江中 祭祀爱他们的屈大夫。 三年过去了。 一天夜晚。 江边的人民忽然梦见屈大夫来了。 还是穿着当年的衣服。 戴着高高的帽子。 腰间佩戴着长长的宝剑。 身上还挂有一些珍珠和美玉。 神们都围上去向他问猴。 行礼。 见他身体虚弱。 脸庞轻瘦。 又关心地问他。 三驴大夫。 我们给你的米饭。 你吃到了吗? 屈原叹口气说。 谢谢父老乡亲们。 可是你们送给我的米饭。 都被那些鱼。 虾。 龟。 放等水族吃了。 神们急切地问。 那要怎么办呢? 屈原说。 如果你们用轻轻的竹叶把米饭包上。 做成有尖角的粽子。 那些水族见了以为是麟角。 就不会吃了。 第二年五月初五这一天。 神们按照屈原的话。 把米饭用轻轻的竹叶包上做成粽子。 送去江心。 可是过了不长时间。 屈原又给江边的人们托梦了。 他说。 谢谢你们给我粽子。 我吃到一些。 但还是有很多被水里的鱼。 虾。 龟。 放墙去吃了。 神们问他有什么办法时。 他说。 你们可以把船装扮成龙的样子。 再把粽子用五彩线缠上。 水里那些动物就不敢吃了。 因为水里的动物都受龙王管辖。 五彩线是他们最害怕的。 后来人们就一年年这样做了。 于是就留下了端午节吃粽子。 塞龙州的风俗。 有的地方端午节的时候还把五彩线缠在儿童的手腕上。 还有的做成带有五彩线的香荷包。 挂在门上。 说是可以辟邪。 关于吃粽子和塞龙州的风俗。 在蜜楼江一带还有另一种传说。 神们把粽子投入江中给鱼虾吃。 是不要他们吃屈原的尸体。 把船装扮成龙的样子。 可以驱走水中的妖怪。 以便把屈原打捞上来。 小朋友们。 现在知道为什么每年农历五月初五。 神们吃粽子。 塞龙州的风俗怎么来的了吧? 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来。 好。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小朋友们再见。